我的家人裡面 最支持我演戲的是我的外婆 因為除了我的名字的人是外婆 我名字裡面李這個字是 日本的那個傳統藝能的李源 那沒想到就是拿到金鐘 隔天聽到消失 然後 對啊 沒辦法請子告訴他我拿到了 老公哥 真的小籠包要皮包比較好吃 我要彈多一點 只見一面一放堅持做到黃金十八折 每一會兒一顆小籠包就成型了 這手法蠻專業的喔 來到台灣一定要吃了大家最愛的小籠包 居然自己也可以做 而且自己做得這麼漂亮 好可愛喔 完成 很多人愛吃台灣美食 但愛到乾脆自己學著做來吃 不得不說他真的熱誠一百分 大家好 我是大酒保馬里子馬里子 馬里子 我好喜歡做料理 我現在很努力的學著台灣的好吃的菜 雙眼皮大眼睛 笑起來有一種小清新的特殊魅力 日籍女星大酒保馬里子 大家對她一定有印象 在台灣出事提升 就跟大咖男星合作 一直在前面 請願 你是演真人嗎 不是嗎 應該不是吧 冷 彎下去的動作 有人在彎上說 大鵑 我們把揹 做瑜伽 身段超能Q 演技全在表情裡 再配上濃濃的日本口音 这只未要广告 让Mariko瞬间红遍台湾街头巷尾 而这掩盖不住的明星魅力 其实早在日本就养成 19岁在日本以写真旅行出道 还拿下观众最爱美兄大赏第一名 被大家封为美兄皇后 Mariko陆续拍了几部电影 当做女主角 一步步累积表演实力 26岁那年趁空档 来台湾四天三夜自助旅行 没想到这一趟完全翻转她的人生重心 我之前也去过很多国家 都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来台湾旅游 第一次觉得我想要住在这里 而且是第二天 因为我在日本出道的时候 是十年女性 所以在日本的知名度 也是大家的印象中 我是比较性感的女生 所以找我的角色也是比较偏心的 比较什么酒店的女生 什么谁的小商之类的 我可以表现不只是性感的女生 还可以干多 那来到台湾之后 这里没有这个限制 那我从零开十八章 也蛮开心的事情 少说自己的个性一点都不性感 Mariko从小就古灵精怪爱表演 是家人的开心果 学生时期拍照标情超丰富 出道后工作类型很多元 但最爱的就是演戏 让她甘愿放弃原本在东京 累积的知名度 和每个月台币二十万左右的薪水 资深来台从零开始 就是想转型成真正的女演员 但想演戏就要先会说台词 一句中文都不会的她 毛起来拼命学 为了生活 为了拿到工作 一定要把中文很快学好 我想要观察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那因为那时候也就是足够的钱 就是不用花钱就可以观察的地方 就是在公园 而且是我语言学校的附近 所以下课之后自己带一个便当 然后边去观察 然后边做功课 除了自己苦读 还找来台湾闺蜜陪练中文 花了八个月 总算把单词 说成成串的句子 毛利口很幸运地 接到第一部戏 我常常被导演骂说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她只是女主角 所以真的很压力很大 因为我看剧本也是花超多时间 而且是来台湾才八个月 所以我几乎都没有睡觉 你最多次NG几次 23次 拍戏的魔鬼训练 让她中文进步神速 2013年演出电视剧 更一举拿下金钟奖女配角奖 真的太喜欢台湾 她大老远搬来定居 重新开始演艺事业 但就在金钟奖颁奖隔天 却接到日本传来的坏消息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拿到金钟奖 所以金钟奖对我来说 真的好像奇迹 我的家人里面 最支持我演戏的是我的外婆 因为除了我的名字的人是外婆 我名字里面 李这个字是日本的传统艺能的李源 那没想到我 就是拿到金钟奖隔天 听到小时 然后 对啊 没办法 请子 告诉她我拿到了 说起往事 眼眶忍不住饭泪 她当时赶回日本奔丧 在父母和弟妹的鼓励下 回到台湾继续工作 后来登上大荧幕 也在电影《写观音》中 演出《日籍观夫人》 除了最爱的演戏之外 她同时担任网络作家 也替杂志写专栏 主题只有一个 就是要让更多日本人认识台湾 但光用写的还不够过瘾 现在已经有点烧烤的料理 所以我们可以吃饭了 懒惰 马里口独挑大梁主持节目 邀请同样驾到台湾的日本太太们 分享酸甜苦辣 原来大家想家时 都靠这一周 我的外婆那边是很甜 因为周周那边 但是我的妈妈是加高档 比较软 比较有汁的感觉 对于每个家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自己做 才可以吃到自己家的味道 不过来台湾九年多 家乡味逐渐被同化成台湾味 对 习惯这边的台湾菜 反而我回去日本 吃妈妈煮的味噌丹 喝的时候含血 我回日本两个礼拜的话 一定会想念台湾的乳酪饭 跟麻油腰子汤 所以以小佩姐就马上去 自己喜欢的店家 爱台湾爱到不能自拔 本来是不欢主意的她 最后竟嫁给了台湾郎 2016年和认识三年的 圈外男友结婚 玛丽口甚至冠夫姓 取了中文名字卢雨薇 成为嫁杠台湾媳妇 我知道台湾男生超贴心的 真的在日本没办法看到 这种贴心的男生 因为婆婆也是从小 跟她说女生是一定要保护的哦 一定要什么照顾的哦 但是在日本 我从小看到的环境是 女生要照顾男生 我觉得台湾是天堂 我家教台湾是对的 我现在要住台湾 跟随便的日本朋友说 快快快快点来台湾 在台湾男航班 我 不想看电影 我不想看电影 看电影 我 我想 我没想要看电影 哦 我没想要看电影 你有发生被结婚吗 有 我有发生跟你们结婚 原本不认识的发音 慢慢变成台湾会靠 在台湾落地生根的 Moniko 戏路越来越广 导演甚至临时假戏 要他讲台语 而老公 就是他的随身翻译机 在台湾常常被考验 这种临时的反应 对 我刚才说他讲台语的效果还不错 所以就把 后面都看成台语 讲台语说中文的机会 逐渐超越绿文 虽然目前接的角色都是日本人 但Moniko 可以自己设下目标 总有一天 他要演台湾人 看来 结婚子 造成台湾人 未经许火 以下 广告 没经许火 新闻